現在大家都練就那個木槌營無辜的剩下 我們就開始吧 好啊 好 OK 那我就直接開始了 OK 那鄭偉今天非常高興 那其實就感謝你上次那個3月24號 對 安排那個視訊嘛 對 那其實後來我的一些回應 就是青大哥界有針對一些回應 那待會我會把這個交給你 好啊 那其實我今天的話 因為上次有提到兩個議題嘛 對 對 那就是有分四分鐘的部分來跟你討論 所以今天我會延續上一回的那個第三個議題 好啊 OK 那我想今天跟你說明一下 對 那其實第三個議題 請多看 好 好 那第三個議題來講的話 主要就是 我主要是針對就是 所謂人臉辨識的技術 對 那它目前在台灣的一個軟體業 它目前面臨的最大困境 對 有人解決戴口罩辨識的問題了嗎 呃 其實有 喔真的 喔 這個我就飛進去 對 其實有 對 其實國內軟體業者就我們主導來講的話 戴口罩這樣可以變成 這麼厲害 OK 那它基本上來講 因為它本身像一些電子大廠 它的一些那個進去要 所謂的人工要進去辨識的話 他們會戴口罩 不是鴻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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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是一般的RGB 對 但是 國內的那個軟體大廠是有做自己的 OK 對 那所以等於說我目前來講的話 會比較是建議說是站在疫情嘛 對 因為我覺得目前的民眾關心是疫情 嗯 那所以等於說疫情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是 不管是像譬如說我自己好了 我自己在批緩機 對 我按了那個數字鍵 對 按鍵 可是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幫益缺口 為什麼 怎麼說 就是說我按了它之後 可是我不曉得前一個人 給我留一些東西就留在上面 那些病毒在上面 病毒在上面的話 那你拿不在上的商品 或者是你摸接 手也都是一樣的狀況 可是我也是 所以最後還是你要手要 就是要隨身帶乾洗手吧 對 所以原則上來講 主要是我今天在批緩機那邊的時候 他如果裝了所謂的人臉辨識的話 那是不是我就不用透過我的密碼卡片 可是那樣你得脫口罩吧 不用 我剛才提到就是口罩 你只用眼睛的部分 對 因為你如果需要脫口罩 你在地上去怎麼用脫口罩 對 承然如你所說的 你不用手指按鍵 對 但是這樣子如果它是無症狀代言者 對 它更有可能咳嗽或呼氣或怎麼樣 在提款機上 那就是整個提款機 那不是只是按鍵 對 可是它基本上它不用接觸式的 對 我理解 但是就是說因為它不喜歡一堆人排隊 對 對 那如果人裡面是你需要脫口罩 對 那你每個人到提合你前面都脫口罩 它不小心就是咳嗽 或者是怎麼樣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對後面的人來講 它的風險比它安全還要再高一點 對 比起大家都戴口罩 然後按鍵來講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基本上因為目前的軟體業者 它已經可以說要戴口罩的肯定了 那這個我很想用Demo 對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 反正目前來講的話 是卡在金管會 它在對一些相關的 一些人臉辨識 或是生物辨識 並沒有一些相關的地方 所以導致就是這些金融機構 它是品質在前 它就沒辦法讓這個人臉辨識 那生物辨識沒有嗎 對 對 那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這個應該是有相關的發源 對 可是人臉辨識 它畢竟來講 算是比較容易欺辱 對 那這一塊來講的話 已經晚會來講 它沒有對這個相關的一個利益吧 對 我記得它是有一個辦法 就是說 它不像說這一台 對 這一台它當然 因為技術不是非常先進 所以它需要我脫口罩 才能用Face ID來解鎖 對 那但是我如果在這個上面 安裝T-FID 那我在做支付或做什麼的時候 那它是可以就是讓我脫口罩 用Face ID來進行支付的 對 那所以因為目前可行 所以可見 今晚會已經有一套詮釋這個做法 OK 就是說你的裝置本身 存有你的就是生物辨識証 但是因為這個特徵不跑出這個裝置 對 這個裝置本身是唯一載體 對 那這個情況下 它把它視作相當於你手簽名 或者等等的就是合乎於電子遷障法的那些概念 對 那這部分 我記得應該已經有 不然的話T-FID要怎麼推 OK 對 其實我覺得基本上說 假設我們今天可以因為疫情的話 對 甚至連像一些公立醫院 我都覺得可以一些公部門的部分 可以針對這個人力而辨識 它都可以去再提升 對 因為它的這個 基本上它不用接觸 那不用接觸的話 它就可以直接用這種 我們所謂的身份辨識的方式 然後就可以讓你達到識別來講的話 那我覺得比如說公立醫院的 所謂的那個人員的管制 甚至到一些那個 讓一些政府單位的一個進出 它都可以把這個人力辨識 可以適度的 透過這個疫情的方式 把它保護的話 理解 理解 我想這裡面就三個concent 因為我剛剛講的 如果每個人在人力裡面 是機器前面都要脫口罩 那這個我想對於公共衛生教育的人 可能更糟 並沒有更好 那第二個是說 假設你不用脫口罩 就可以去做編識 這當然是非常棒 那但是我們還是會希望說 它不要 就是它不是唯一的方法 因為就像在E-Gate 在E-Gate的時候 我也要好幾次 如果有戴眼鏡 沒戴眼鏡 它也沒有認得出來 那所以現在E-Gate都已經進化到說 你一面在給它看的時候 還有一面用指紋 那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至少你 不可能兩個動物都一起失敗吧 那如果都一起失敗 那可能就要歸歸去走那個位台 它還是有一個 額外通道 它不再成為一個唯一通道 它如果成為一個唯一通道的話 那這個再 卡住了這個 對 那你後面的一個 又排大的 對那就造成群聚 所以就是這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 就是剛剛講到 這個生活編識的特徵 它到底是存在使用者 自己的設備 因為這個設備 並且它的使用代理人 那這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對 就像太平 D-FIDO以前的用的 亦或是說 它存在現場的設備 但是不對外分享 對 亦或是說 它甚至是存在雲端 那這都是不同的路徑嘛 對 但是在正程這個的 比較新之前 我覺得前兩個 雖然聽起來像是 為末節的問題 但一定要先解決 對 我覺得這樣 就基本上來講 還有一個提醒 就是說 我覺得人臉辨識來講的話 就是它 目前來講的話 有很多的 比如說像大目的業者 或是可能他 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他可能會來跟我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能 都會涉及到一些 資安或保安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未來也有可能 也可能寫政委 就是針對那個所謂的 那個相關的一個 導入這個人臉辨識的技術的話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應該 可能要要求就是所謂的 限制標 包括像大陸的業者 為什麼他們應該 不能來參與我們的 這些決標 我覺得應該這一塊 也是提醒政府主席 針對未來政府單位 在從事相關的 利用大陸的時候 也需要去討論的事情 即使是 比如澳洲大陸 或者是澳洲大陸的業者 我想我們現在 在這種狀態底下 大概一定會要求 就是所謂的白箱測試 就是它的原始碼 是要交出來的 尤其是牽涉到特種名單 各自 而且我們又是 對不特定人證案的時候 那我想是 以開放為原則 這個不只是開放的API 它的原始程式碼 也是需要能夠經過檢視 那至少要就是 照標那個機關 要有權力去檢視 那我覺得這個 也是確保說 它不會被塑死 因為如果它 不提供它的原始碼 那如果它真的 碰到自然漏洞 臨時通報的話 就會變成 很難馬上找另外一家廠商 來接受它的程式 只是重新改變它的 網路破補 如果 對 如果當時這個 那個 以開放人士碼為基礎的話 電路會發生這兩天 突然間自然通報 然後各級的老師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對對 對 我記得這個問題 因為我兩國是國小老師 對那它 它基本上來講的話 因為它相對來講 就是相關的誤會 對 又要求通報學學教老師 去熟悉的某一個 所謂的 對 它們投入了大概兩三個月 好會被它搞熟了 對對對 所以變成它打掉成鏈 對 我們是有接觸到 比較像JUKER 這些廠商 它們現在正在把開放原始碼的軟體 像有一個叫JUKER 就是我們自己用的 把它拉皮 拉到跟它習慣的一樣 對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可以鼓勵的 因為如果它只是改變它的 不要說拉皮 前端的程式碼 Ui的部分 Ui有差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其實是可以獨立於它的後端 對 所以它的後端以後 可以改成更好的引擎 所以它前端的體驗保持一致 對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後端可以整合 但是前端的體驗保持一致 我覺得我們以前在開 您剛講到的最有力標或什麼的時候 對 很少分別開 但是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若不分別開的話 就沒有服務設計師進來的地方 它必須要前端先規劃好 後端是配合它 對 但以前常常是系統整合上 是做後端的 那它前端不管做怎麼樣 我們只好找的安全收 對 所以這個也是要大家一起推廣 這叫政府確定服務選擇 好 沒問題 那其實基本上來講 我在軟體上次提到議題三 那我覺得應該就算 應該這麼可以換成 對 其實今天基本上4月8號 4月8號 其實它是我的電魂紀念日 25 我25年前跟我太太 恭喜 對 好事 對 所以我今天可能會在鏡頭前 譬如說 趕快 等一下 你被騎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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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騎一下 好 那個 趕快 對 我太太是雲生 對 非常感謝你25年來 對家庭的貢獻 我真的非常愛你 好 謝謝 OK OK 好 謝謝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目前應該會是 今天我們帶來三位的那個 都是我們學校的大將 是的 我們的副研發長 對 我們通訓所的所長 那我們的電子學院的院長 對 黃院長 對 然後還有我們的那個生科系的 我們的那個吳教授 對 其實今天來講的話 我們四月是我們的新大的校慶月 是 對 所以我們就想說 目前來講 所以才會有這個 國立新華大學 學力支援那個中央的抗議 及防疫 支持航空政府的那個跨領域 這個為我看得到 嗯 對 其實我們學校跨領域整合做得很好 是 對 就是我們一般就強調整個跨系都要 要做跨領域的整合學習 然後這樣子 所以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以我們的那個學校來講的話 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們其實有可以分成九大領域 大概就是我們今天 有代表就是我們學校的 就是資電的 資電的領域的 還有生科跟醫療方面的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領域的 包括像社會人文啦 或是像那個 或是像那個科官 藝術教育 對 這些都是我們學校 相關領域來講的話 都發展得還蠻好的 所以原則上來講的話 我應該會在會後 會邀鄭偉可以有個機會的話 可以進化再安排時間 可以跟我們青大 來做一個那個 這個各領域都會有支持 然後可以了解一下 我們整個學校的一些研發實力這樣 很棒 謝謝 對 那其實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待會就會請這三位老師 可以分別跟鄭偉來分享 對他們的領域上面的一些那個 心得跟 可以跟你們說 就交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請我們的 副研發掌 副研發掌 是 對數位效果的部分 對 謝謝 我想就是陳如剛才張經理講的 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 看到這個鄭偉在 這個 數位轉型 抗議這些 工作都非常有效率 那 這畢竟是 背後有很強的支持的 團隊 然後我們在學校的老師就想說 那我們學校也有很多的這個研究能量 是不是有機會 就是在適當的這個專題上面 來支援 這麼一些構想這樣 那今天我們就是sample幾個 我們正要慶動一些部分 讓您了解一下說 我們大概有在做那些事情 對 那這個 我這邊主要就是簡單講一下 我們在智慧校園這邊 其實我們最近就是要啟動一個智慧校園 規劃派公式 那 我想 校園的這個數位轉型其實是蠻明顯 就是大家都知道應該要做的 那它的應用其實非常有功 那它從像是 行政上面的一些公文的電子化 人員管理、空間管理等等的 到教學的一些 線上教學 現在非常的適用 還有像是智慧教室 或者甚至一些校園生活 或像學生在住宿的期間 遇到了一些不便 或者是校園裡面交通的管理 是不是有超速啊 停車這麼早啊等等的問題 那我想這些 這些各個應用 我覺得就是對於 我想都很明顯是大家都知道做 那事實上現在也已經有非常多的項目在公園 但是我覺得從學校的這個角度 一直沒有做一個同酬的規劃 那我們現在就是希望來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說真的 我們一開始會有這樣的 motivation 是因為我之前參與了幾個 幾個跟這個資電相關的 project 像是這個光報跟清華的這個聯合研發中心 或者是這個政府部門的一些無具專案 那其實都有機會在校園裡面實現一些 這個相關的這個系統的驗證 但是常常就比較不知道說 我們未來的三年五年十年的規劃是什麼 應該要把經理放在哪一部分 或者是哪些東西已經有人在做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校園內的這個盤點 跟整理來看看說我們下一步怎麼樣來規劃 那我覺得其實對於校園裡面來講 除了應用面之外 我覺得另外很有價值的其實是 這個它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 project 讓學生可以展現它的這個創新 然後也訓練他們這個實現實作的這個能力 那因為其實校園是蠻特別的 它其實就是有微型的社會 那所有的應用其實都有機會在校園裡面做實現 那因為它的這個規模小 所以它很容易做一些實驗性的驗證 不需要太考慮到這個 scalability 的問題 對 那那學生也都是非常的有創意 就比如我之前聽院長提到 他課堂上的學生就是 有在這個住宿覺得洗衣服非常的困擾 因為他每次要去搶這個洗衣機都發現有人在用 所以他就自己發展了一套系統去監測這個洗衣機 現在有沒有人在用 可以去線上的觀看這樣 那像是這個資工系也有老師在做一些 那個自駕車的一些研究 那我想這個在校園裡面也就比較容易 或者是 對 不選是你們的 對 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校園導覽 或者甚至一些像現在 大家不敢到這個 很多人的餐廳去 或許還可以做一些便當的配上 等等 我想都有很多的這個創新 在裡面 那學生透過這樣子實作的訓練 或許之後再往外推 所以除了他出去找工作之外 我們可以跟很多的企業 或者是政府部門有一些連結 像是就是政委的辦公室 或者是一些智慧城市辦公室 都能夠把這個技術 往外推進這樣 所以這樣他們也更有學習動機 像一個用語言學的概念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是從規劃面 就讓學生報 所以學生現在也都在進行訪談 然後訪談學生 訪談老師 看大家對於智慧校園的願景是什麼 然後蒐集大家的想法 然後再 我們會再就是用適當的這個鼓勵 實作專題一些鼓勵方案 再招呼學生來一起做 OK 這非常好 對 其實我覺得像智慧校園來講的話 應該就是要跨入 現在台灣要推的那個智慧城市 對 對 對 它前面的一個試點 對 我覺得這會蠻好的 因為畢竟它在校園裡面 它就是一個小型的社會 所以等於說這塊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idea會蠻好的 因為其實我們清大來講的話 基本上比較就是強調就是學生參與 對 我們比較強調就是學生參與 因為我們清大來講的話 它從以前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清大就從一些 比如說電腦學課 或是像跨語學習 或是多元入學 我們清大都是走在所有大學前面 對 後來的大學都跟著我們這樣 對 所以等於說我覺得 我們清大可以從這個領域先開始來做的話 我覺得未來跟政府這邊配合 應該也可以發揮的還蠻不錯的 是是是 我當然同意 我們去年其實 因為我們每年都會招募實施商 對 我們去年就是有一整群福克所 的朋友 清大福克所 就這些人 對 那都是福克所的朋友 然後他們 就當了兩個月的我們的同事 對 那當然是 就是我們是向所有的研究生 對 不是說 專門這個福克所 對 但是 我們 因為我們很多很多人 想要來 這邊 我們一起增進 好比想說大家可能知道的 一戰時登山的這個流程 啊 繳催的流程啊 那時候很紅的是 跟NCC檢局的流程啊 等等的這些 這個服務的體驗嘛 那所以 我們21個實習生裡面 就有5位是福克所的學生 所以 我們那時候對福克所 也是影響很深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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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 我覺得說像 剛剛跟政委提到 就是說我覺得 在台灣的各大學啦 將來不管是高中大學 導入這個智慧校園 大概就是把IoT吧 然後我想物聯網 數據分析 把AI 這些最最重量的這些科技 怎麼把它融入校園 那 第一個是說提升校園的 這個整個方便利性 第二個讓學生來解決 他自己碰到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學生的宿舍 碰到的問題啦 生活上碰到的小問題 我覺得都有一些 很好的環境 讓學生來發揮 那剛剛提到 像那個提款機的問題 因為現在疫情嘛 我們希望盡量少接觸 然後其實 如果以人臉辨識來講 可能可以辨識你是誰 但是你還是要操作嘛 因為你可能要轉帳 可能要提款 所以我在想有沒有可能 就是說 因為大家都是用手機來做 至少自己在用嘛 那 有兩個 一個是說 那我的手機跟那個提款機 直接對 對 我剛剛講 所謂的你的生物資訊在 裝置上就是這樣 對 我在這邊操作 那提款機突顯出來 就好 我不用去碰那個東西 甚至我該操作 操作 變成一個QR Code 如果我一掃就好 它就幫我執行 對 就盡量不要直接接觸 對 然後在自己的手機上 完成該做的事情 對 我覺得這個將來 都有可能 像在轉帳帳號等等 當然我們也有接觸一些團隊 像是四眼洞 它可以完全你戴著口罩 使用眼睛 在螢幕上就是有標了 對 這個也是用的 只是說就是你要輸入全部的轉帳號 都用眼睛輸入 對 很累啊 很累的 所以我們知道 所以 物理學大師等於是 他不得不這樣做 只是說 我們只有這樣派對 可能又派得更長 對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個體驗 可能是比較好的 就是在那裡面是很棒的 支持你的手機 然後你的操作是在你的手機 然後你的手機 去告訴提款機 是 是 我覺得這樣可能更方便 對嗎 安全 我想這是防疫的事情 因為以後會吃進多久 還不知道 對 怎麼樣在最安全的情況之下 來更便宜的操作 OK 我也可以 可以從這個方向來想 好 好啊 沒問題 那接著來講的話 我們 因為目前是防疫抗疫 對 我們學校這邊的話 對 就是以這邊的 生科這邊的那個實力來講的話 對 那基本上我們會有 有別於那個 目前的中科院 對 跟國外院 對 對對對 這一塊的一些經驗分享 主要是快篩方面 都有 都有 所以其實啊 我們學校的防疫 就是在這個快篩 還有在疫苗 還有藥物裡面 三個方面 可是你們藥物也有做 也有做做的是什麼 藥物 藥物 藥藥信用 還有新的改變 我ів playoffs 同意 十四周 主要是我們的 研花長代表 就是參與 那個中研醫院廖院長 �醫院長 護照 說主持這個跨部會的 那個COVID的平臺 然後 我們研華長 也同時 我們也是在學校裡面 因為現在有很強的研究能力 研發了這個能量 所以我們現在初步 我們已經上個禮拜 由研發副校長跟研發副校長 領軍先跟國防疫學院 還有育防疫學院就所談合作 除了這個 COVID-19來之後 我們陸續還有其他的一些老師 也陸續的加入來加進來 所以今天我們只是很簡單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上個禮拜 我們這個團隊到跟國防疫學院裡面 所做的有關於快篩 跟疫苗跟藥物跟證美報告 那快篩呢 基本上我們由我們的研發副校長 曾房跟曾教授李軍 主要是我們快篩分成 目前來講有四個方面 第一個這個增研發副校長 主要是利用這個奈米 奈米顆粒跟奈米晶片 配合拉門型的這個光譜 所以它直接可以 coating那個蛋白質 或是抗體 或者是甚至它的這個 DNA-RNA Hybrid 所以在利用光譜呢 所以很快 就是差不多二十到三十分鐘 就可以偵測 目前可以到十的八次方 這個 particle 希望能夠到十五次方 第二位是我們動機系的 王毅銘教授 他事實上是直接做 RNA的這個 probe的快篩 他用RNA 然後用DNA去做 Hybrid 那直接用那個電機體的原理 所以它也是很快的 它直接到十的負十五次方的 摩扭的這個快速的 這個檢測的這個方式 第三個是我們的 醫工所 尼柏斌理所長 他做的事是非常拉穩的 另外他是利用微流體 跟這個 sample 他配合所謂 所謂這個 ISO 征服 就是恆溫式的 一般來講 征服都是需要溫度 它是恆溫式的 美國那個現在一個快篩 也是用恆溫式的征服 對 就這樣來檢測新冠病毒 所以第三個是利用這個 整合型的恆溫式的快篩 配合微流體 第四位是我們的 醫工所的鄭兆明老師 他主要是利用 發展這個所謂快篩試騙 他利用這個快篩試騙裡面 同時可以檢測 這個是新冠病毒 A型流感 B型流感 這種三合一 四合一的這種快篩發生 所以我一旦有發燒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發燒 他就告訴我為什麼發燒 是 那是不是是新冠病毒 或者是其他的新冠病毒 或者是A型流感 B型流感 或者很不幸都得 所以呢 所以同時除了這快篩之後 我們也著重在疫苗跟藥物 那疫苗裡面我們三個分 一個是我 所以我目前在研發的 這個在以前科技部的計畫 這個執行在這個流感上面 疫苗上面 主要是我們利用這個 所謂細菌的一些毒素 來做聯膜疫苗 所以這個聯膜疫苗是噴的 那希望是不只是產生 這個血液裡面的抗體 同時在我們這個肺臟有那個IgA 另外 這很有意思 第二個是我們這個 我們申科院這個 尹先生主任 他做的是用這個 同源生物性的疫苗阻劑 因為我們知道疫苗的施打的話 假如阻劑的話 它的功效更高 所以他用那個生物性的阻劑 他也用這方面的這個精力 他希望往這邊來發展 主要是以蛋白結構為基礎 來改善阻劑的功能 第三個是我們掛工系胡一成教授 他是利用這個去做 因為病毒呢 基本上是一個顆粒 所以他可以利用一個 昆除系統 去做這個所謂類病毒 顆粒的這個疫苗 就是Mirastide Particle 這個疫苗的好處就是說 它就是可以表現跟這個病毒 完全一模一樣的這個抗原的結構 但是它不是病毒 不是病毒 就是它不複製 它是VLP 對,VLP 然後我跟鄭偉報告 最後兩個我們的藥物 都是我們深科院的老師 一個是楊麗威老師 他是希望用FDN 這些已經有Pool of Drugs 老藥用新用 他主要主要是在 這所謂 調控核糖體框架轉移 其實就是Friendship 因為這個新冠病毒在感染的時候 第一個它要表現哪個蛋白質 一個是EA 一個EAB 那EABA是很快的表 比那個N protein還快 所以他希望是去找 他已經找一些 這些老藥性用 是targeting 在很早期的Friendship implementation 這個是楊麗威老師 另外這個王衛欽老師主要是 因為激化病毒 是敗到我們的SE2的 這個inhibitor 所以他希望去找到一些新的 一些inhibitor 會抑制這個病毒 敗到SE2 所以這只是說 我們上個禮拜去跟 有發展的領軍 去跟國防醫學員合作 現在我們還有很多老師 希望能貢獻 他目前的這個研究方面 所以希望在將來 如果配合中央來 這個資源在這方面的研究 非常棒 非常棒的工作 非常棒的工作 其實我們裡面有看到一些 畫風 相關其他領域的進展 其實我們學校在跨域來講的話 都不會設限 我們基本上就很強調 做了跨域的整合 和跨域的合作 因為這個 它就是為什麼叫做新型 就是沒有人看過 這也是傳統的分門分科等等 如果能解決的話 現在就已經解決了 我們需要從非常多 不同的角度來看 所以我非常了解 謝謝 OK OK 好 那接著來講的話 就是到我們學校的重點 也就是所謂的那個 資電的 資電的這個領域的那個 我們就請到我們的黃市長 是 再來 我們在去年 在台電的大數據分析的 那個比賽 有一起擔任標的那個比賽 所以我想就是 主要是因為在電機資訊 所以主要是大部分 因為考量Science 所以其他電視院的老師 大概有115位 學生大概將近3000位 其實是一個蠻大的研究能量 我想主要也是剛剛 像我們副也提到 在智慧校園裡面 甚至智慧程式 其他的領域 我們就是把IoT 大數據分析 人工智慧 相關的這些技術 怎麼樣在 不管是城市、校園 或者其他應用上 能夠好好的幫助 不管是幫助學校 幫助社會 或幫助城市 那我舉個例子 剛剛像提到 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我們學校也開始在做分流 分流意思就是說 有些同事 他已經開始在家 居家上班 那居家上班 要讓人家找得到他 或者說他要找得到其他同事 反正都在辦公室 但是現在都各自在家裡 所以其實我們學校有一個 也蠻不錯的服務 就是相當於說 我們用 我叫雲端的交換器 Service 就是我們有一個App 那這App上面 就是直接打 或者直接選 那個同事的分析 然後我們就可以幫他做 在雲端幫他做串連 打電話出去 然後把他連起來 可以兩個、三個、四個 那等於說 隨時都可以找得到 這個在家上班的人 那當然過去也有人提到說 那為什麼不用Mine 就好 或者接到通訊軟體 但是我們發現說 其實像Mine 這些通訊軟體 大部分都是你的朋友 就是以私領域為主 對 主要會有公司不分的問題 對 除非你就是很費心的 用兩隻手機臉的門號 對 對 但是因為有些小人 要洽工 洽工我通常會知道他的分跡 我通常不會知道他的耐 我沒有這麼close 所以我覺得像這種 就是 去姐姐這種 居家上班 分流 然後甚至將來 我們現在清大 在做這樣的 service 將來有機會 甚至可以跨到全台灣 就是說任何個地方 你要找某一個人 那當然是移工 如果你的私利率如果夠好 你會有他的耐 那就沒有問題 但是應該是比較少數 所以我想像就是把一些科技的技術 把它整合到校園裡面 其實這個也可以推到公部門 因為我想你會需要 比如居家上班的 應該不是只有學校 很多政府單位都需要 那你怎麼找得到這個人 當然你有沒有他的耐兒之類的 所以怎麼要透過這種很快速的 雲端的這種技術 就可以快速地找到他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應該要去做 千代也在做 所以我明信一下 這是一個用戶交換機系統 它是在類似的 即使我用一般的式化 打到你的分析 但是當然你不在辦公室 他也想辦法把這個 就是PBX的訊號 交換到你的手機上面 意思是這樣 但是你說打的人不一定是有限電 他用手機也可以 所以兩個人都在外面 兩個都是在居家辦夢 可是都在家裡 可是都用手機 所以你說 一個是這樣 一個是說 居家上班的人 第一個他要被找得到 他要被找得到 因為有人要找哪 第二個是因為他在家上班 那他也要找得到 他要找的人 所以他有一個雙箱的概念 對 那我們之前就已經有 在千代有應分的這樣的應分 很棒 我叫做雲端交換系統 然後因為我們透過分機打出去 它可以打不同的電信公司 所以事實上等於說 不同電信公司之間的這種通訊 也都透過這個系統 可以做到非常的方便 那因為在千代已經實施多年 我覺得說 過去大家覺得說 我用NINE就好 我在辦公室上班 所以針對這樣的應用 都沒有特別的這種強烈的需求 但是現在因為疫情 需要分流 需要居家上班 包括政府當然 將來可能都有這樣子 那怎麼讓這個整個溝通通訊 還是非常的順暢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可以把這樣的系統把它分享出來 讓不管是學校 政府單位 都可以利用這個科技來解決 這種分流上班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我們學家 那這個裡面有打包成容器 還是說我們可以自私裝的東西 對對 目前都是用APP 所以直接可以下載APP 那當然它那個學校本身 需要配合一些 像叫VPN的一些機制 那基本上就很方便 那最近因為 也是因為學校這邊 開始做居家上班 所以開始很多需求 就跑出來說 各個學校裡面的各個單位 因為有同事在家裡上班 就很多人要找他 找不到他也沒有LINE 所以這個需求就會 馬上就看下 那我相信其他有這樣的需求 其他學校 就是政府單位 將來應該也有這樣的需求 我覺得這個都是可以 將來可以 如果幫得上忙的話 我們盡量 所以你這個案子是 我的意思是說 還不像我如果要下載你的案子 但是我的端點想要改成國王 或者改成什麼別的 我們就在用的 所以目前是 你們是有 就是 不管是開放緣嗎 或者你可以改設定黨的 或者什麼樣的做法 是 目前等於說 我們是有 App上架 Android跟iPhone 那我們這些 算是 系統是放在Cloud上面 對 那我也說 我們不能像在你的App 跑了之後 改一個伺服器嗎 目前還不行 目前還不行 對 目前等於說 是以輕大的系統在跑 那我覺得 當然有機會 我們很樂意 把這個事情把它推廣到 對 因為我現在只要不小心推薦一個東西 所以可以增幅 對你們的伺服器負責 對你們的伺服器負責 對 不小心推薦東西 對 對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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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是啦 這個都是一個 Scanability 對 但是我覺得 很值得 謝謝 另外最後一點就是說 因為在電視院裡面也有很多老師 在做一些大數據的處理 比如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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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源處理 做在這個華文的搜索引擎 那我們知道 政委這邊有那種假消息 在一個小時裡面要回應 那如果說可以將來有機會 其他這邊有滿大的 這個研究能量 在搜索引擎的開發 或者 進展 進階 那樣子 那也許說不定可以 把這個事情再做得更好一點 對啊 這個是很重要 而且 其實我們現在 在NNLP來講 之前在 民生公公五聯網的資料應用上 上面 就是第一屆的 也有一個朋友做 一個團隊 他做的主題就是 去把官方的新聞稿 那個就沒有什麼要看 跟PTT會報的那個 推文的標題 去做了一個翻譯模型 是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還是發新聞稿 但是呢 就會自動產生出 就是社群媒體上面 會報的那種小圖啊 或者是那種 這個總統的標題啊 內文還是我們的新聞稿 是 對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 機器翻譯它是雙向模型 對 所以意思就是 它也可以把PTT 向你的推文成功為女 對 柏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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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未來有些 報索 那想知道其實我們 重點不是只是在去 早期偵測到這些學家訊息 我們重點也是在讓大家都可以參與 就是公民新聞學 那如果讓大家覺得說 那我好不容易交常報導出來的這些東西 不是說只有小圈圈在看 而是說它透過一個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大眾媒體一個特色 就是記者辛苦做了一份 即時報導等等之後 編輯會在一瞬間 下一個 就是有一點點騙人進來按 但是又有點擦編輯 我沒有完全違背它的問題的那個標題 那就是一個很深奧的學問 那編輯都要在那段時間裡面做出個看斷 想要注意說不要被告啊等等 所以就是說這個部分就是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媒體亂想 一部分也是因為編輯在訂這個標題的時候 它的內文不一定事實上面 與意義上面是符合的 但是編輯也有它的壓力 因為如果你這個標題不夠聳短 會沒有人想要看完這篇東西 所以就是說從記者的內文 到編輯的標題的這一段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上一次 就是民生公共五聯網的 自然應用競賽的這個貢獻 我覺得這個非常值得做 因為這樣的話 我如果是一個公民記者 我辛苦寫出來的東西 我就有一個機器輔助編輯 幫我下這篇標題 而且我還可以挑好幾個標題之一 對 所以我自己不用依賴一個大的報社的編輯 幫我訂這個標題 那這樣的話我想大家就更願意 貢獻在新聞工作上 好 是 對 其實是 其實我覺得我想呼應那個 剛才鄭偉講的 您的推薦 就相當於是我的那個 我3月2日是要跟你做視訊 結果後來我的臉書上面的粉絲 就很多來跟我互動 所以因為你的YouTube上面 就把我的名字 對 對我的臉書上面 就用我的名字的搜尋到 對 所以我可以感受你那個長大的那個 整齒 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因為我本身很願意分享 我本身很願意 因為我想讓大家都知道 鄭偉的NICE跟那個 對就是做什麼事情都很細心 那其實我覺得鄭偉 你本身的 包括你的番茄鐘的工作法 對 或是你的睡眠學期法 對 其實這塊我們 我們都覺得很省 對 因為像尤其像那個睡眠學期法 我們到現在 我到現在都覺得很省 是是是 對 真的還是只有睡眠法 對 我們只有睡眠法 可是我們沒有做到學習這樣 認知 認知 研究的部分 對 對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今天的來講的話 因為時間也是有限嘛 其實我覺得應該就是 就是我們代表我們青大的 一小部分 對 一小部分的研發的這一塊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其他的相關的一些 跨領域的這些東西的 一些實力的展現來講的話 我相信應該 很快的時間 應該有這個機會 也可以展現給那個 鄭偉這邊來做參考 對 那未來的來講的話 我們其實基本上來講 就會希望做到 鄭偉出題啦 我們青大來負責解題這樣 對 那我們可以希望可以 成為我們鄭偉最強大的後盾 對 我們基本上不會想要成為一個智囊團 是 可是我們會希望可以 就是可以做成一個 Do and Think 對 就是Think and Do這樣 了解 對 我剛剛講的那個就是得獎的團隊 是嗎 其實也是 資應所對不對 喔 資應所 那個資料探看與應用 成異性老師的學生們 對 就是 對 包含電極系跟子宮系的朋友們 一起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說 各位的同學已經是我們今天搶到後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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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好啊 那原則上來講的話 我想說 最後要麻煩鄭偉在這個千筆板上 對 牛一個千筆這樣 一個四種椅子 OK啊 都在這邊 在那裡 黑色嗎 對 我現在在那裡 我現在在那裡 好 這邊 對 要不然拿下一個意見 不用 OK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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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書哥 可以贏一下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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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來 謝謝 謝謝